男子刚运动完就体力不支 静止倒在了床上 等到一旁的女友反应过来 男子已经陷入昏迷失去了意识 很快男子就被送到了医院 但他的病情还在不断地恶化 豪斯认为应该首先控制住他的血压 因为男孩的病征跟败血症很相似 他们决定先用抗松素治疗 但让医生没想到的是 男孩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 而且还在加速恶化 并且出现了新的问题 男孩的肾功能正在衰竭 他们重新展开讨论 小黑认为男孩属于腹腔感染 因为他能解释男孩出现的心肌病 医血压和发烧 但豪斯立马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男孩出现的咳嗽和皮疹就无法解释 紧接着豪斯用笔 在小黑板上圈出所有病症的关联性 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 竟然没有一种病可以解释所有病症 这时豪斯想到 如果是男孩同时得了两种病 那么就能完美解释了 他们立刻给男孩安排两种疾病同时治疗 其结果显而易见 男孩很快恢复了正常 母亲认为很快就能接他出院 然而豪斯并没有高兴多久 因为第二天 男孩的白血球数量急剧下降 这也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即将衰竭 他们立刻将男孩带到了无军室 现在的他非常危险 哪怕一个小小的感冒 对他而言也是致命的 他们需要抽取男孩的骨髓进行检测 看一下是不是属于病毒性感染 突然的病情反转让豪斯摸不了头脑 他来到药房准备拿点止疼药 却意外地发现药师给他拿错了 这不禁让豪斯来了灵感 如果男孩也是因为吃错的药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能解释了 他立刻找到男孩的父母询问情况 在听完豪斯的解释后 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因为男孩之前一直在服用咳嗽药 那天病情好转后 他见儿子还在咳嗽 就又给了他一颗 没想到从此病情开始恶化 而男孩的母亲拿的也并不是什么咳嗽药 而是一种痛风药 因为形状和颜色相同 所以经常被药师拿错 而痛风药里含有秋水腺素 如果使用不当 就能引发男孩出现了一系列症状 而男孩开始脱落的头发 就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 在得到了真正的病因后 他们迅速给男孩展开治疗 而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用抗体去中和体内的秋水腺素 在得到了正确的治疗后 男孩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相信不久就能出院 这个事故也告诉我们 药千万不能乱吃